目前在中国大陆各大平台 你只要把控好自己的节目基调 歌舞升平 唱好赞歌 总能混得风生水起 不管你是无脑也罢 有脑也罢 都能收割一部分流量 赚钱其实非常容易 关键是网民的基数在那里放着 唯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各大平台的流量池 是被主流媒体和部分知名 政治自媒体博主所把控的 这个不是你的节目能左右的 大家可以看看搜索台湾两个字 一些平台都是跳出来的什么节目 谁在做节目呢 一看就明白了 占据流量塔尖的 永远是官方有资质的媒体 和一些正评人员 跟这些人抢流量 是在大陆做自媒体唯一的难点 剩下的内容方面 其实根本不需要考虑太多 赞扬我们大陆的一切 不触碰敏感事件 金钱再向你招手 当然如果触碰台湾和美国之类的话题 那么记住一点 损美国水深火热乱七八糟 或者骂台湾执政党 说台湾人穷苦 人们都盼望来大陆工作生活 也就是掌握住大陆的优越感 那么一样会得到推荐 而且是翻倍的流量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国外博主 掌握大陆自媒体财富密码的原因之一 太简单了 只要放下面子 尴尬的就是观众 而不是博主 如果您了解小猪的技术和制图能力 我做厉害了我的国地理节目 不去触碰任何的敏感事件 也一样能赚不少钱 至少比我普及台湾知识 把台湾的美好正面 介绍给全世界赚的要多 而且我敢保证 我要认真的制作这类视频 也是一定能击败一些国内博主的 可是我不想 虽然我是大陆人 我也热爱这一片土地 但我不想说假话 我不想说一些自己都不太相信的话 并且用我的赞美之词 收割一些淳朴善良的同胞流量 这是最起码的个人素养 有人说 小周 你热爱国家就错了 这个国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好 热爱这片土地干什么呢 有很多黑暗 不值得你热爱 我想 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生活的土地都不热爱 那么这个人到哪里都不一定是忠诚的 也不是老实的 而我在节目中传递台湾的美好 一样也是忠诚的 也是执着的 所以平和的心 看待一切 总比天天嘴上骂人强 小周并不是一个什么钱都想赚的人 本人有工作 做节目只是为了增加一份外快而已 补贴家用 我想这是每一个男人都应该为家庭做的事情 赚钱养家 值得鼓励 那么很多人都觉得 我很傻 我很笨 你为什么不反过来抓住油管的流量密码呢 看看油管的主流华人博主 或者是海外中文博主都在做什么呢 蹭一下热度 做个几期节目 粉丝就上来了 这些自从我上油管就明白了 嘴巴在我身上 我想说的话能比一些人演的还要好 但我排斥这些东西 我的节目总是希望能够传递正面的东西 比如 对于台湾我个人不是节目带着我走 而是我带着节目走 怎么理解呢 举个例子 做台湾节目有一些话题流量很高 赚钱很快 但有一些就不行 流量几乎没有 可能没有多少人感兴趣 但我还是要做 目的就是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台湾 把真实优美的一面传递给大家 所以你在我的频道里找不到一个主题 一直能连续看几期的 这种频道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吸粉比较慢 但也有一个相当大的优点 那就是能够健康的成长 制作节目的难度在于准备工作相当的长 比如我刚刚做了台湾地理节目和旅游知识的介绍 我又要看文章 找素材准备下一期人文的东西 时间成本非常高 好在我不着急用钱 要不然根本就坚持不住 靠流量分一杯羹 其实只能当做外快 当然我也有计划把自媒体当做一份事业全职去做 但这仅限于以后 目前我把所有的精力用在了我的家庭和事业上 油管频道只是我认真经营的一部分 今后努力的目标是提高作品的质量 并深度挖掘台湾的美好 与您一起分享 小频道的生存之道 不在于我跑得多快 而在于我能不能持之以恒地坚持下来 未来频道的广度深度会稳步发生变化 也希望各位有所期待 小周提醒大家 当你看大陆自媒体节目的时候 要抱着一颗平常的心态 否则你会失去理智的 比如 拿损美国骂台湾这两个主题来举例子 你会说 明明美国人生活的比你好 台湾也比你们那里还要开放 竟然反过来被骂得一文不值 你们居心何在啊 甚至直接怼回去网络吵架 这些我以前也是这么干的 有时候会帮助台湾站台 帮助台湾发声 但现在不能总这么干了 你的骂声 你的留言 你的举报 都基本成为了他们视频热度的助推剂 因为很多人想看一些能说实话 却被众人围攻了场面 台湾人假装大陆人留言怼小粉红 那么其他小粉红 或者不是小粉红的普通观众就喜欢来围观 那么当看的人多了 视频或者文章的热度就来了 这种扭曲的推荐机制 以及被动获取流量的方法 会让更多的人制作这种损美国骂台湾的视频 留言怼回去 那就真的成了助推剂了 你说我举报啊 那我们这里的一些平台都是显示IP地址的呀 台湾的IP地址举报说台湾不好的节目 你觉得平台会承认吗 所以没用 大家把心态放平 任何的节目改变不了什么 另外针对一部分台湾人来大陆做节目收割流量的 我不予评论 以免给别人造成不好的影响 有的人说假话露钱 有的人说真话露钱 传递的思想也不同 有的人是正能量 有的人是负能量 传递正能量 有时候因能力不同 学识不同 也不一定都是严谨的 可能会有错误 但造成的影响 肯定会小于传递负能量造成的影响 这一点您同意吗 不知道您是如何评价的呢 如果您有更好的建议和一些想发表的观点 可以在评论区畅所欲言 您也可以指导我一下 我会虚心向您学习 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 我是小周 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 effic会订好 我们一起去订好